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LED横流源 它采用的芯片是BP3166 首先我们看一下电路图 220伏进来,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正端输出正电压,副端输出负电压 经这个300伏滤波电容滤波以后 在两端产生310伏左右的电压 这个滤波电容如果损坏 比如说漏电或者是容量减小 就会产生闪烁的现象 大多数LED灯闪烁都是因为这个电容的问题 这个位置有一个启动电阻 这里边用的是1.2兆的 两个电阻串联 当然它是用的两个680K的 下边通过50伏耐压2.2微法的电容 给芯片的四角进行滤波 如果这个电容损坏 容易出现不启动或者是发光暗的现象 二角是接地 三角是空角 一角是过压保护 这里边没有接 如果正常要设置的话 需要对地接一个电阻 八角是电流取样电阻外界端 这个位置是0.6欧的一个电流取样电阻 主要是检测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从而控制LED灯珠供电的电流 上面这个电感既起到线流的作用 还起到一个内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给LED灯珠供电 这个就是输出滤波电容 这个是蓄流二级管 它的工作过程是当我们开灯的时候 这个300伏通过LED灯珠 通过电感 然后加到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五六角 然后通过内部 然后是八角 电流取样电阻入地 这样就会在这个电阻上产生压降 当这个电阻上的压降达到一定的值 一般是400毫伏 内部的电路关断我们的功率管 使功率管截止 在功率管倒通时 这一端是充的负电 然后电容这一端充的是正电 也就是说给我们的电容充电 同时在电感上产生了磁能 这时当我们内部功率管关断的时候 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 这时通过这个蓄流二级管 然后给灯珠继续供电 同时刚才电容上充得的电 也是通过这 给这个LED灯珠供电 然后通过电感回到电容的这端 当内部电路检测到 我们这个八角的电压值降低到一定的值时 功率管再次导通进行下一个循环 改变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的大小 就能够改变我们整个电路的电流大小 好我们看一下实物 这边是220伏输入 这是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整流桥的这段输出正电压 这段输出负电压 加到300伏 滤波电容上 这两个是芯片启动的电阻 这个是供电脚的滤波电容 加到芯片的四角 它的二角接地 这两个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就是这个电阻 这个芯片就是BP3166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感 这一端就是灯珠 然后这个电容 就是我们这个输出滤波电容 这个二极管 就是这个蓄流二极管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电阻 就是我们一角的对地电阻 由于这个灯是好的 我们可以插电测量一下 它的输出电压 它的输出电压高低呢 与我们的灯珠多少有关 它的电流是恒定的 我们看 它的输出电压是80伏 有的朋友觉得 这个空载电压不知道是多少 那么我们把它的灯珠去掉 我们量一下它的空载电压 好 我把它的灯珠去掉了 它的空载电压是98伏 横流远呢 它的输出空载电压是不完全一样的 有的芯片的输出能够达到300多伏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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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